台湾 台湾 前进前进 生生保佑 这是台湾人民 全快点回心表明 这是台湾人民 应我成功秒的生 这是台湾人民 应我成功秒的生 那说实在在我们的现实社会里面 也没有完全竞争市场 被认为最接近完美竞争市场 就是农产品市场 你看市场上农产品竞争很激烈 你菜啦 水果啦 它会腐坏嘛 它特别它都希望能够 以最低的价格 最好的品质去销售 这就是完全竞争市场 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寡占 就是独占市场啦 就只有一个人在卖而已 只有一个人在卖 支持一家卑五分啦 像我们台湾以前的烟酒购卖局啦 当然现在烟酒开放了 它现在是寡占不是独占 像以前的如果说像火车 你要打火车就火车 这是只有我们的那个铁路局 很多事情或者是只有我在卖别人 你找不到第二家 那个叫做独占 独占 当然独占被认为是最不好的市场 因为它一定会价格比较高嘛 因为只有我在卖 你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这一个跟我讨价还价 当然有一个叫做独卖 这个很少啦 在现实的社会说 很少说有一种物品 只有一个人在买的 这个很少 以前烟农生产的烟草 只有烟酒购卖局在买 那个也可以算是独卖 但是我们通常不讨论独卖 独占 社会上会有很多特殊的产品 只有一个一家供给 那独占 有时候会联 有时候叫联合垄断 就大家联合起来 几家联合起来 只有他们在卖 譬如铲油狗 OPEC 他们几个联合起来 那个叫联合垄断 联合垄断也是一种独占 一种独占 所以在我们现实社会里面 也有独占的例子 但是不多啦 很多公用事业 通常都是独占 因为公用事业 如果太多家厂商的话 会没有效率 成本反而比较高 所以就会只有某些人在供应水啦 供应电啦 那就会占成独占 独占 当然独占的话 通常政府就会管制啦 你看你联合垄断 就会被政府处罚 所以大家认为独占是比较不好的 那最完全竞争跟独占之间 一个就是寡占 寡占就是几个寡头啦 几家大厂在生产啦 你看很多家电用品都是 电视机啦 电冰箱只有几家大厂在生产 或者像你现在今年厂 也是几家大厂在生产而已 那个就是叫做寡占 有时候称作寡头垄断 寡头垄断 在我们的社会上里面 这个例子就比较普遍啦 你看很多家电用品都寡占 汽车也是寡占啊 钢铁厂需要大的成本 大的生产规模呢 那个就是寡占 然后一个垄断性竞争 垄断性竞争就是说 它就偏向于竞争程度比较高 但没有像完全竞争那么高啦 每个人都有自己影响力 我的产品跟你的有一点不一样 我有一点独占的力量啦 所以垄断性竞争就是 借于完全竞争跟寡占之间 但它比较偏向于完全竞争 寡占是比较偏向于独占 所以我们就会去研究说 在这个不同的市场之下 那么它的价格怎么去决定 它的产量怎么去决定 因为不同的市场组织 就是完全竞争寡占 独占 独占它所生产 它的产量跟价格是不一样的 独占被认为是产量最多 价格最低啦 独占呢被认为 产量最少价格最高啦 价格最高 当然对我们整个社会来讲 我们是认为希望能够价格最低 那么这个产量最多是最好啊 所以我们就去研究说 在这个不同的市场组织之下 那么它价格怎么决定 它的产量怎么决定 它有什么 它会 有没有利润 会不会发生亏损 就是讲这样 那大家认为 完全竞争到最后都没有利润啊 就赚得会 用白话语来讲赚得很少 都没有利润 而独占被认为利润最多啦 因为它 它卖的价格最高嘛 它有独占利润 它有独占利润 所以这个市场组织 它对社会是 对我们整个社会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所以个体经济会有一大部分 就在研究市场组织 对我们的经济活动的影响 另外个体经济一部分 就是福利经济啦 这一部分就比较选 福利经济的研究 到底怎么样一个市场组织 对我们社会的福利是最大的啦 会让我们的社会福利达到最大 达到最大 我们说我们的经济研究 有一个假设 个别的消费者追求 他的效用极大化啦 我的最大满足 我花钱 花这个钱带我给我的效用最大 这是个别的消费者啦 经济学假设这样 厂商追求的是最大利润啦 我怎么去生产 怎么决定价格跟产量 让我的利润达到最大 这是厂商的目标啦 政府呢 政府干什么 政府就追求社会福利极大化啦 话是这样讲啦 但是现在的社会 很多政府 他并不是这样做 他的目的是维持政权 并不是为我们 让我们整个社会福利极大化 那么经济学的研究在讲说 怎么样那个市场组织 他会带给我们社会的福利达到最大 这个就是所谓的个体经济的 这一部分啦 在这个我们叫做福利经济啦 怎么样的一个经济 厂商啊 个别消费者的一个行为 能够带给社会的满足感 带给社会的福利达到最大 这个就是福利经济啦 福利经济 这个个体经济 就要研究这四部分啦 这四个部分 接下来讲总体啦 研究整个国家 他把整个国家看成一体 那个叫总体经济啦 总体经济 总体经济就是研究整个 以整个国家为研究对象 最重要就是整个国家的总产出啦 这是我们讲的GDP或GMP啦 我们报章杂志都会听到GDP GMP GDP叫做国内生产毛额啦 GMP呢就是国民生产毛额啦 以我们台湾为例 我们不包括金门 马祖 澎湖 在我们台湾本岛 本岛 我们这个整个岛生产的 叫做国内生产毛额 包括外国人 你外国人来 我们反正在这个岛生产的 这个叫国民生产 叫国内生产毛额啦 外国人来也算喔 国民生产毛额呢 就是我们的国民啦 我们国民生产才算的 如果我们台湾人跑到大陆 跑到美国去生产 那个都算国民生产毛额啦 那么外国人来台湾生产的 就不算国民生产毛额 因为他是外国人 他不是我们的国民嘛 所以国民国内 以前在用的时候 都用国民比较多啦 因为在以前50年代 60年代人跑来跑去比较少嘛 现在各位知道 国与国之间人的移动很平凡嘛 跑来跑去嘛 对不对 所以现在比较能够反映真实经济情况的是国内生产毛额 所以你看政府都用国内 就在我们这个地区所生产的总产值 这个总产值呢 就是国内生产毛额啦 当然你要看一个国家经济好不好 就只要靠你国内生产毛额 产出越多产值越多 当然就越好啊 产出越少 那么这个产值越低 那就越不好 这是国内生产毛额 所以我们一般生产的一般的观念 就会听到国内生产毛额 国民生产毛额 当然两者会有差别 本国人生产的 跟在我们这个地方生产的 这个是不一样的观念 各位 让各位一个了解 好了 那我们整个国家的产出 是怎么过程的呢 经济学它就会去切啦 切成 我们整个国家的 我们的产出 有消费品 有消费财 投资财 你看我们在 我们整个国家产出 都被我们买回家去消费嘛 这就是消费财 我们台湾 我们台湾今年的 所有的生产出来的东西 一大部分被家庭 被我们买回去消费嘛 所以你把国内生产毛额 看成为一个大饼 然后把它划成 划成四块 第一块就是消费啦 消费财啦 另外一部分 会生产机器设备 那个就是投资财啦 也就投资啦 那被厂商 被那个厂商 买机器设备厂房 还有这个所谓的 这个库存 他们买回去投资 这个就是投资啦 自然财 有一部分被政府买走 很多公共物品啦 学校啦 或者是机关啦 他们要不要买东西 要买啊 或者是我们的那个 那个武器啊 那个都政府 那个叫政府 有一部分被政府买走 生产出来被政府买走 那个叫做政府开支啦 对不对 另外一部分 我们自己生产的 然后卖到国外去 那个叫出口啦 出口 所以你把消费啦 投资啦 我们的消费财 我们的资本投资财 我们的政府开支 还有出口 这个加起来 就是我们的生产 我们一年总生产总值 但是里面 还有进口 要减掉 你家里 每个人都会买进口品嘛 是不是 那个不是我们生产的 那个要减掉 我们的很多机器设备 也是外国人生产的 那个要减掉 那么你看 我们的这个 我们买到很多武器 是从国外进口 那个要减掉 不是我们生产的要减掉 所以我们说 整个国家的产出 我们怎么去算呢 我们就看多少消费财 多少投资财 多少被政府买去的公共财 然后多少是卖到国外去的出口 多少是进口 把这些加起来 那么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总产出啦 所以我们的总体经济 就去研究整个社会的消费行为 整个社会的投资行为 政府的开支行为 政府的支持行为 政府也是一个火 在我们的经济活动里面 如果共产主义政府是最重要的经济活动的参与者 当然在资本主义 在我们的经济政府的角色比较少 总是有他的角色 所以你就要去研究消费行为 投资行为 政府的开支啦 研究我们的出口啦 出口这就叫国际贸易啦 出口进口 所以总体经济就会去研究这个 所以研究整个国家的消费 跟个别的 个别消费者的需求 那是不一样的 你个人的行为 跟整个国家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讲说 我们不能够以偏概全 我们也不能够以权欲偏啦 不能够这样 全体跟个体 这是不同的概念 这个是要区别清楚 所以这个就让你花很多时间去研究啦 整个国家的消费行为 整个厂商的投资行为 它就会产生各种不同的理论啦 消费理论 投资理论 政府的开支理论等等 出口进出口理论 国际贸易理论 这个就是所谓的总体经济里面在谈的啦 总体经济里面在谈的 另外一个 经济的部分 第二部分就是经济循环 经济波动 我们讲说 我们的经济并不是说一反风顺 都一直往上走 它会有上有下 经济会有上有下 这叫做经济波动或经济循环 那么经济波动总是会带给 经济波动的两个现象 如果经济会非常好 通常物价就高 失业率就低啦 经济很不好的时候 通常失业率会很高 物价就会比较低啦 所以怎么去看经济波动呢 经济有上有下 就是它就会反映在一个国家的 失业率跟物价上面啦 所以你看最近大家很关注的问题 就是这个物价膨胀的问题 大家也认为说经济 明年会不好 可能失业率会飙高 所以它就会产生经济波动的现象 所以总体经济就研究说 一个国家的经济为什么会波动 为什么它不能够维持一反风顺 非常平顺一直往上走 但是总是事事不如人意 不可能 它就会产生一个经济循环 经济循环 经济循环如果它发生的频率很高 幅度很大 两三年就发生一次 大衰退大繁荣 那这样的话会造成我们社会 生活就不稳定啦 你如果遭受失业 遭受物价膨胀 你的生活 人们的生活就会很痛苦啦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经济 总体经济就会研究说 怎么会让 为什么会产生经济波动 经济波动 它会带给社会什么样 一个灾害 一个损害 这就是所谓经济循环 经济循环 那么经济循环 政府的目的就是 政府就要稳定它啦 就希望它不要波动那么大 所以政府就会采取经济政策 就是稳定政策啦 你就知道有上有下 就像一艘船 如果你在海浪里面走 你就会上上下下 我怎么去改良我这个船 让我这个船的波动 都不会那么大 政府也是一样 以前的政府 没有那么好的经济知识 一切就好了 顺其自然 要怎么波动 在古时候 怎么做天灾旱灾 大萌缩 反正就有好有坏 现在人们的经济知识增进啦 他就会讲说 我怎么去让采取政策 我所谓的政策工具 让我的波动达到最小 或甚至以消除我的经济波动 那这个就所谓经济政策啦 宏观政策 政府所上有很多的政策工具可以用 那么最多 用了世界各国用最多 就财政政策跟货币政策 这是用的最多 财政政策就是政府的税收啦 跟政府的开支啦 政府要收多 税收得多 收得少 政府花钱花得多 花得少 会影响到经济活动 我政府跟你 跟大家科比较多的税 你们的口袋里面的钱就少啦 你们自然就抑制经济活动 你们就不会乱消费啦 对不对 我税科得轻 你们手上的钱多 你们就会乱花钱啦 经济就比较繁荣啦 对不对 你们都不花钱 我政府来花啊 我政府就实施公共建设啊 对不对 你们已经都花很多了 我政府就少花一点 所以政府就可以透过他的税收政策 透过他的开支 来影响到经济活动 这个叫做财政政策啦 各国政府都这样 控制经济没有什么样 就是透过他的租税 所以你注意看 有时候都是税调高调低 政府公共建设增加减少 这就政府的财政政策 另外一个就是货币政策啦 货币政策 其实财政政策是谁 等一下再讲 什么叫货币政策呢 货币政策就是货币数量了 我要让整个社会的钱多钱少 这就是货币数量 我要让整个社会的利率水准高低 我去改变整个社会的货币数量 整个社会的利率 这个叫做货币政策 这货币政策 这些台湾的民 应不成功妙的生 货币政策 那货币数量 很简单啊 Q 我们就谈到QE 这个很简单 我要让货币数量增加 我政府就到市场上去买政府的公债 把债买进来我钱就出去了嘛 我你们市面上的钱 这个叫QE 这个市面上的钱就变多了啊 我要让你们市面上的钱变少 很容易啊 我把货币政策是中央一年就执行的 我把我手上的债券把它卖出去就把你们的钱收回来啊 所以要让市面上的钱变多变少 政府是可以控制的 政府通常透过债券的买卖 公债的买卖 它可以让好像水位一样 它可以让市 整个市面上的水呢 水位多水位少 利率也是一样啊 政府我可以变动利率 你看现在在调几码几码 那个是基准利率 当然利率有很多种啦 但是最主要还是基准利率为基准 我央行要让利率 我央行利率调高 市面上利率就可以调高 我要让市面上利率低 我央行就调低利率 那我市面上利率就跟着低 利率是借款的成本 所以我们讲 不是市人在做怪 都是钱在做怪啦 你没有钱你就没有办法做怪啦 你个别的消费者 你厂商你没有钱你怎么做怪 所以我透过后币数量 去影响各位大家所上的数量 跟你的借款成本 当然就会影响到整个经济活动 这个就是后币数量啊 现在如果经济不景气 我要让经济景气一点 很容易啊 我就钱少多一点利率降低 当然经济就会起来啊 如果景气过热 那我要降温 当然我就钱收回来 让你们手上钱少一点 我利率就把它调高啊 所以中央银行 它就会透过利率证 货币政策 去改变社会的货币数量 改变社会的利率水准 那影响到经济活动 这就是后币政策 当然 央银行最重要的它就是 怎么去让货币数量跟利率 维持一个适当水准 这就是我们讲说 货币跟经济的关系 就犹如船跟水的关系一样 你一艘船就是经济体 你一艘小船 你到大海里面去 很快就沉默啊 也就是你的经济体很小 你钱一大堆 资金换难嘛 资金换难必然就会通货膨胀啊 就会产生泡沫经济啊 那如果你是一艘大船 你的经济体很大 你的水太少 你的货币数量太少 你那个船开不动啊 船后有些就走得很慢啊 就经济就会紧收啊 所以 政府呢 维持货币数量跟利率 跟经济的关系就犹如呢 你要控制一个水位 让这个水位呢 跟这个船呢 保持一个最适当的关系 这就是货币政策了 货币政策 所以政府 世界各国政府要稳定经济 就是这两大政策工具 当然还有汇率啦 还有汇率政策 要让一个国家的货币升值贬值 当然影响很大了 你看看我们最近 最近两几 大概半年来 我们的汇率 我们的台币贬了三块钱 从大概28到4块钱 对你来讲不多啦 你想一想 4块钱的话 1亿美金就是影响到4亿台币 那是对整个国家 我们整个进出口值 一年大概6千亿 6千亿台币 6千亿的话 4块钱的话 那就两兆市 影响到整个国家的钱 就影响到两兆4千亿 那汇率的影响非常大 尤其是我们是一个 出国的外贸导型的经济 我们很多厂商 手上都有很多部位 外费部位 这时候我就可以 可以透过汇率政策啦 当然管制政策等等很多啦 政府手上的政策工具很多 但是最常用的 就是财政政策跟货币政策 那它的使用呢 那目的就是要稳定 要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啦 稳定 所以怎么样 财政政策跟货币政策 怎么去使用 才能够让经济稳定 这个就是 总体经济就会花很多时间 去研究 这个所谓稳定政策 这个在这个部分 就研究到了 接下来总体经济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研究经济成长 我们念经济都或者是念总体都有一个 有一句话叫做 我们经济的最高目标是短期追求稳定 长期追求成长 稳定 就说我不要让我的经济上上下下 波动太厉害 这就是 避免经济巡软 波动 但是长期间我要追求我的成长 我的生活要不断改善 社会的福祉要不断提高 那当然就是经济要成长 怎么才能够让我们的经济成长呢 那这个就所谓 经济成长理论 他会花很多时间去研究经济成长 怎么才能够让我们的社会 我们整个国家的经济 一直往上走 人们的所得不断提高 人们的福祉能够不断提高 这叫经济成长 那当然 这个不是一个很容易的理论 经济成长理论 那我们知道 一般来讲经济成长的话 为什么重要呢 他有一个叫法则 69后法则72 72跟69差不多 我们就以70来讲 也就是说 你要翻一翻要多少时间 要加一倍 你注意看 如果你的经济成长率是10% 你就用70去除以10 你就7年就翻一翻了 7年翻一翻了 如果你的经济成长率是5% 你大概14年翻一翻了 就一倍了 就是100万变成200万 200万变成400万 是这样的 所以你不要看差得很小 你看中国大陆在快速成长的时候 它每年经济成长率都百分之10 所以你看它最近这几年都追得很快 我们台湾在民口50年 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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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年代 我们的经济成长率很快 所以很快 大概我们大概都是 5 6年就翻一翻 5 6年就翻一翻 就一倍一倍 就100变200 两百变400 你们在银行的钱也是一样 你存100万 如果利率是7% 那大概就10年 100万就变200万了 现在利率都是1% 你大概从你出生存到老 70年才翻一倍 你知道吗 所以你大概多久 翻一翻 他们讲多讲翻一翻 翻一翻你就大概用 69是连续付利 70是一年付利一次 72是一年付利一次 72跟69超不了多少 那你就大概用70 抓70 去除以它的经济率 除以利率或经济成长率 你就知道它几年翻一翻 所以经济成长率为什么重要呢 因为你刚才讲的 我们如果经济成长率是5% 就14年 你如果是2% 你是35年才会成长一倍 所以人类的 人们的这个所得 或者是福祉的提高 需要多少时间 会跟经济成长率 会有密切的关系 所以我们知道中国大陆 它现在的目前的政经情况 它一定会陷入低度成长 它过去的快速成长不在了 那么过去它翻很快 它10% 12% 五六年就翻一翻 五六年就翻一翻 所以它国力增长很快 但是我们可以预计 它大概会回到30% 30%的话 要翻一翻 第二二三十年 然后整个会收到档下来 所以这个经济成长 那怎么才能够经济成长呢 当然就是知识的累积 技术的进步是最重要的 教育 Education 还有所谓人力资本的累积 人力资本 很强调人力 人力资本 我们社会上 有时候我们想问一句话 我现在如果100万 我去买一台机器设备 假设我是一个厂商 当然我的生产会增加 但是如果这100万 拿去送我的员工 去接受教育训练 它得到效果 会买比机器设备差吗 不一定 送员工去接受教育训练 这个叫人力资本 叫human capital 累积人力资本 去买机器设备 这叫实体的资本 或食物资本 那现在经济成长 越来越强调 所谓的人力资本的重要性 一个国家 一个社会要进步 人力素质 教育训练 人力资本的累积 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都一直在研究 这个所谓经济成长的问题 经济成长的问题 另外 我们在谈这个 总体经济 必然会谈到 所谓的学派 学派的问题 个体比较单纯 个体 消费成本 它没有不同 没有不同看法 总体经济 对消费行为 投资行为 对政府政策 对一个经济现象 不同的学派 有不同的看法 难就难在这里 你认为是这样才对 他认为这样才对 到底谁对呢 这个就很难说了 所以他每一个经济现象 每一个政策 他不同的学派 有不同的看法 所以你要分的话 古典学派 新古典学派 凯恩斯学派 后币学派 李信一级学派 新兴困的学派 他有不同的学派 那你想一个 假设一个大学生 一个学派都学不会了 你如果考试 跟他考说 这几个学派的议统在哪里 大概百分之九十九都不会了 你要念到荣慰贯通 才有办法说 这个学派跟着 就像我们这个中门一样 每个宗教的派别 它有不同 活教 基督教 或者是所谓 各种不同的宗教派别 它有哪些共同点 哪些不同的地方 它会有不同的看法 经济学也是 总体经济也是这样 它有不同的学派 所以难就难在说 对这种经济现象 对这种经济政策 这个A学派什么样的看法 B学派有什么看法 没有不一样 没有不一样 所以总体学校 和我们就会非常的复杂 除非你到最后 你能够融会贯通 能够看出来 它每一个派别 每一个不同的学派 它的共同点 它的差别 这个是它哪个地方 所以这个 这个不同的学派 当然 最近的里面 所以你就看到 得到诺贝尔奖是哪一个学派得到 当然最近有一个很强调 叫理性预期 现在我们讲 这个是跟各位谈一下理性预期 就是说它强调 人们对未来的预期 会影响到你现在的经济行为 以前都没有考虑到 以前的人他没有 他知道预期会重要 因为你看 未来价格会跌 你现在就少买一点 对不对 未来价格会跌 当然你现在多卖一点 你认为未来价格会涨 当然现在就多买 未来价格会涨 那现在就少生产 以后才生产 所以股票也是一样 你看你认为未来股票会涨 会影响到你现在的行为 会影响到你现在的行为 所以这个预期是很重要的 但是以前的预期 都是一个心理预期 就是你心里想 我认为明天会下雨 我认为明天价格会涨 会跌 是你自己心在想的 现在强调说 人们的预期 什么叫理性预期 这个事要更重要 理性预期说 你的预期是有根据的 你为什么明天会涨 你为什么人类会跌 你是根据哪些的资讯 去形成你的预期 这个所谓理性的意思就是说 你对未来的看法是有根据的 不是瞎猜的 不是你的心理感觉 不是你的 按照自己的心理在想的 是有根据的 这个叫理性预期 现在整个总体经济里面 都强调 非常强调理性预期 那么 所以你就看股票 为什么 在理性预期之下 它一定会反映在先 未来会发生的事情 现在一定会影响现在 所以你会看到 这个股票现在不是赚很多吗 怎么股价这么低 因为它预期 它未来会不好 所以现在就会低 这档股票现在不是业绩很不好吗 为什么会一直涨 因为它认为它未来会涨 大家认为它未来业绩会好 这就是理性预期 它一定会提前反映 这也是强调这种行为 这就是譬如说 不同的学派 它有不同的看法 有不同的看法 好 那到最后我想有一个部分 就是所谓应用经济学 当你个体总体都会的时候 那其他的 它就可以应用到各个 不同的领域像 比如说应用到国际贸易 国际贸易用个体用的比较多 国际金融用的是总体经济比较多 像货币 银行 能源 环境 健康 产业 教育 我自己的教育经济学 你就用那个 从经济学去分析教育 能源 环境 健康等等 都会用到 这些都是应用经济学 就是把个体经济 总体经济的理论 应用到不同的领域上面去 它整个分析都是根据个体总体在分析 所以你如果说你的个体跟总体 你学得很强 那当然你要学这些应用都很简单 因为它都是用经济理论在分析这些 把它应用到产业经济 就用到产业上面去 健康 健康经济 人健康不健康会有什么影响 这个都是用个体总体 就可以去分析的 那都是应用的 所以你就会看到能源 分析我们的能源的供需 能源的价格 能源对经济的影响 那个都是用到经济理论上面去 当然也有人把这个经济用到宗教上面 比如说为什么说 一般来讲 为什么不同的宗教它对经济活动的影响 当然讲就有人说 因为西方基督教 所以它的经济会比较发达 这个东方国家都比较信儒教 或者是佛教 它经济活动就经济发展程度就没那么好 为什么 因为宗教会影响到人们的行为 从经济的观点去分析 所以刚才我们讲到经济成长的地方 也有人去做 不同宗教对经济活动的影响 对经济成长的影响 那个也是一种经济学的应用 经济学的应用 好 我想 我的时间大概也到了 我想我就是 把整个经济学的概况的研究 跟各位做一个检验的介绍 希望有助于各位对经济学的了解 它到底在研究什么 希望你们有兴趣的话 以后可以去参与这一方面 或者是以后可以自己去进修这方面的问题 虽然欢迎 如果你研究经济学有任何问题的话 要跟我的讨论 我也非常烦你 我就会尽我自己最大的能耐来解释 来跟各位这个解答问题 好了 我就讲到这里 谢谢各位 谢谢黄院长 各位都看 我们都会对时间会有一种错觉 当你觉得是这个是你需要的 或者你听得进去的 那你就会觉得 它好像在赶这个高铁一样 从早上坐的高铁 虽然是没有迟到 但是后来在这个后头这里 是车子就走不动 就是说这个 它对时间上会特别敏感 所以各位也可以理解 那么一门学问 一门功课 有时候要读得 有一点心得的话 是很需要花一点功夫的 那么刚刚我对 黄教授的 黄院长的这个演讲 有一点特别的心得 大家讲到经济发展 从短期上就是要稳定 从长期来看的话 就是要发展 要成长 那么如果这个用到我们中门来的话 那我们中门只讲究的是 永续的发展 那今天是永续的发展 最重要的就是刚刚所提到的 教育的投资 对人的投资 所以人的质感 所以我从团体动力学的概念来看的话 任何一个组织要想发展的话 第一个前提 就是成员都能够有效的成长 成员有效的成长 才能够促进你所归属的这个团体 归属的这个组织 而带动这个整个组织 因着你的成长而随着而发展 所以要讲永续发展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大家一起成长 师傅在很多的场合里头 都特别强调 说我们中门 唯心四中 所以称之为唯心圣教唯心中 所以它是一个所谓的究竟的法门 那么既然它是一个究竟的法门 它就特别要引述到 乳学家里头所说的 唯心四中 所以它必然要讲到 就是要讲利他 讲助人 讲祭仲 救济 众人 那要想有这么一个结果 就必须的是要有 善心 要有善念 还要有善心 那么心善念 是在个人内在的 心理上的修为 善心呢 必须要有支援 要有能力 所以我今天 跟各位选的这个题目 就是人生理念的探索 我之所谓的探索 就成如刚刚 黄院长 他所谈的 因为各个 不同的门派 就有各个所谓角度的切入 也各有各的所谓的论点 也有各个的说法 所以这个就是在 个人就要去探索 要根据你什么角度 去看 根据你什么角度 去论 人生 要有这所谓的 你想要 有什么一个理念 理念者 就是一个比较 比较一种理性的 一个念头 也算是一个 比较理想的念头 所以就像刚刚前面讲的 经济的发展 总是有它的期待 我们人 也总是有 我们自己的期待 我们也有别人 对我们的期待 比如说 今天我的期待 我就期待说 我能够把 华人德院长 能够准时的 安排到会场 我也希望各位 能够一起 来参与这么一个 讲座 最简单的 就是你要来 你要到 这是我对各位的 一种认为 大家应该有的 那个行为 所以人生 就必然 要有很多的 能力 来启发 所以我第一个前提 是要请各位 大家自己 可以去琢磨 这个就像刚刚 黄仁德院长 所提到的 要去谈这个 所谓一个 人的能力有多少 人的潜能有多少 这个我恐怕 谈四个钟头 也谈不完 所以人 大家所熟悉的 就是所谓有 IQ 有所谓的EQ 有所谓的DQ 这个是我认为 所以说这个我们 都要想办法 去开发它的 IQ是指的 说我们有一般的 可以有学习的能力 我们有推理思考的能力 我们有适应的能力 所以EQ 是讲说 我们的情绪的諮商 为什么说 很多人常提到 IQ高的人 不一定会成功 但是EQ高的人 比较容易成功 因为它有四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 就是它有一种 所谓内在的 自我去测力 就自发自动 这个东西呢 是不必须要 别人都在吹着你 别人在告诉你 你会主动地去 寻求某些个知识 某些个能力的获得 所以 第一个是个 内在的自我去测力 第二个 它有一个比较 持久耐力 所以有俗话所说的 你尽管说后来 但是你慢慢挤 慢慢挤 你没有走 就是你的 所以有很多人 为什么说事业 就是因为你有那个持久力 所以你耐得住 有一个节目 叫做禁忌的台湾 这些都是告诉 它所编出来 所拍出来的镜头 都是什么 就是以前遭遇到困难 失败了 但是从来 它有那个耐性 有那个耐力 最后它成功了 那就是说你必须要有所谓的耐力持久性 第三个 你要有所谓的利他主义的倾向 每个人都可能有对别人的关怀 对社会的关怀 那你如果说你能够表达出去 表达的适当 那就是你对人 对社会的一种利他 你每个人都有这种倾向 但是程度上 高EQ的人 这种利他的倾向就比较高